有这个不负责任的准妈妈 她都已经怀胎九个月了 竟然还跟男朋友飞车行抢 完全不顾胎儿的安全 甚至还在怀孕当中呢 她还吸毒 好了 现在呢 真的小孩生了下来了 才一个礼拜就已经染上了毒瘾 现在在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这个妈妈狠心啊 都没有得到教训 才刚刚生产完 现在还在坐月子 又再度的行抢被逮了 怀胎九个月的长髮女子 尾随妇人进电梯 大富翩翩的孕妇 看上妇人脖子上的金项链 不顾肚子里即将临盆的胎儿 一出电梯 抢了金项链就跑 王姓嫌患啊 你嫌患啊 碰到一个单身的阿婆 那进进去再看她 这个 这个 有挂了金项链 她就 你阿婆挂了 就把她的金项链扯下来 是这样 更不要命的是 孕妇和男友还一起飞车抢劫 鸳鸳道为了吸毒 完全不顾胎儿安全 在高雄县市 担下十几起的飞车抢案 不负责任的妈妈 怀孕吸毒 害得刚出生一星期的小婴儿 也感想毒瘾 增长前一个礼拜 那已经快到这个领盆的阶段了 所以这件 因为这两名嫌患的话 都是毒品通缉 那为了支付平时的这个 唐大的这个吸毒的费用 所以虽然说怀孕再生 但是还是每天的话 你输出寻找犯案的目标 可怜的新生儿还在医院的保温室治疗 但这却没有唤醒毒贩 父母 女强匪刚生完小孩 还在坐月子又再度行抢被逮 小婴儿不但染上毒瘾 还得面对才刚出生 父母就都坐牢的悲惨命运 中天新闻庄全城包经营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